好,我录制起来MC对阵Elazer 今天我转播的最后一场比赛了 来看看MC的PVZ到底是怎么打的 一上来MC选择了一个双开之后VC科技 而这个Elazer这边选择了一个三开 来看看这场比赛怎么打 Elazer三分四十五秒 应该是三分半钟放下了张床潮 算比较稳的一个开局 而这个MC这边选择的是VC 然后急需补两兵营 维亚还是要以这个冷静骚扰为主 来看一看啊 MC还是升级了使徒的攻击速度 哎哟一波啊 那么狠 MC的PVZ原来是这样打的 直接多兵营一波了 看起来有点像啊 不是有点像是肯定多兵营一波了 Elazer是每一矿插了一根管子 怕对方飘蹋 其实这场比赛Elazer只要抱那个蟑螂就没事了 MC这一波其实不算很极限 有点狠啊 这一招真的有点狠 现在Elazer完全不知道MC在想什么 一波了一波了一波了 MC打个打个这个虚空之一 都要打一波 好了变了火蟑螂 这走得远啊 这个要 这一招威力非常大 Elazer好像已经发现对方出来了 使徒猛刷 带两个哨兵 一会还可以隔一隔 猛刷 Elazer兵不够啊 直接要被狐脸这样 侦查一圈 好了上来了 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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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来了 立场立场在哪里 开盾还是立场 开个盾 好立场一隔 先隔开你这边 MC这波有点狠啊 有点狠直接刷 好了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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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就看这根管子了 这根管子可能是MC没想到的 唯一的变数就是这根管子 砸的还行 砸的还行 Elazer这根管子递攻了 一根管子 吓得MC不敢去 这MC还靠立场在这里搞了一下 还可以啊 还可以 这根管子还可以 好的漂亮 堵住了 这波狗堵的MC完全没想到 那这样的MC全倒啊 这波兵 全倒 这波狗堵住了 没让他飘 没让他飘进去 那这样的话 MC开局大裂 大裂 Elazer每框插一根管子 是立功了 这根管子直接让MC上去之后 虚了一下 好了这已经不用打了 这等于MC一波过去 什么都没打到 什么都没打到 美框一根管子 妈学会了 原来打ZVP 美框先插根管子 让你飘 我学会了 学会了 懂了 什么都不管 美框插一根管 神族就变弱智 随便你飘 学会了 原来对付零车飘 也就是美框插根管 哈哈 MC估计都是新的个呆 上去三框有根管 这时候对于MC来说 基本上就不可能搬 Elazer只要抱蟑螂 带火蟑螂就好了 有观众问人族怎么办 人族自求多福 那没办法 虫族可以美框插根管 人族只能自求多福 随便骚了 这个随便你骚了 没有用了 这些骚都没用了 MC最后还要打一个不朽一步 老子还不信呢 妈的劣势那么大 你不朽一波捅得死 你不朽慢慢开矿吧 他不朽开矿 不朽开矿 这场比赛 MC要怎能翻回来 那只能证明Elazer 打不来这个游戏 不可能被翻的 这场比赛 Elazer只要抱兵 看到你开三级地 我往你脸上一糊这个兵 你就机器了 这种比赛是不可能翻盘的 就算你炸死球 炸再好都翻不了盘 你让谁来打都一样的 Elazer并不是个弱智 他好歹是欧洲一流的同属选手 他只要糊脸 MC就死了 MC双VR抱炸死球了 Elazer赶紧糊脸 不能再被拖了 别人就一个人进 你去了眼睛 留两三个蟑螂们好嘞 看到对方开矿了 这还能忍 把对手大猎 你让他开矿 虎脸了 人口186打104 你告诉我怎么输 这个游戏怎么输 战斗人口122打56 领先60人口的战斗人口 神族再硬霸都翻不了这个牌 你告诉我怎么输 让你开 让你开 让你炸 你能炸几个 还有第四呢 让你炸 你能炸几个 炸呀 我靠 没事啊 没事 有第四 不可能输的这种 你相信我 这种战局 我打过无数盘呢 MC这个接的有点好呀 这个棱镜怎么就出来了 炸石球又炸了 但基地还是掉了 基地还是掉了 MC的操作已经达到了极限 但是并没什么卵用 农民也接上来 这波战损虽然说以拉子尔是亏了 但是没关系 优势就是这么大 就是这么任性 想怎么A就怎么A 基地A掉 第一次在手 天下我有 封神演绎 直接把你封在家里 你出来啊 你出来啊 全是第四 你怎么出来 就是狗家 随便炸 随便炸这种东西 出不了门的 大家放心 MC的其实能进操作真的很好 真的很好 但是母有什么卵用的 Elazer太多了一个地次了 真的太多了地次 MVC还在耗啊 还想看有没有机会冲出去 农民数量已经不多了 他现在不停地用空头布朽下去 看能不能够慢慢地先耗掉你的地次 这根本炸不到东西啊 GG 1-0 对不对 这种游戏我 我还是太了解 正局是 开局一波打不下来 你如果都能翻盘的话 那两个人实力差距会非常大 我们要等第二场比赛 这比赛打得挺快的 但也没关系 反正我今天转播的最后一场比赛 肯定是一场 当然如果我这场比赛结束之后 你们还愿意再看我打一盘炉石的话 我还是可以表演一盘炉石给你们看 我的炉石打得还是蛮好的 吴 虾 等下还有还有第二盘的不要急 还有一盘 现在他1-0领先 你要相信MC MC刚才展示出来的这个能镜操作真的很好 干嘛我刚才卢士表演也是二胜一负好吗 你们敢说我的卢士打得不好吗 在我绝望的时候抽到一张神恩树 这不是普通人能抽到的 你去问一问那些 问一问那些卢士的主播 那每个人都肯定我的实力的好吗 我的实力就是我全部的运气 不行你问一下卢士的主播 敢不敢跟我单挑 你问什么安德罗尼这些敢不敢跟我单挑 谁跟我单挑谁都得死 上来全部都输了就身败名利 好来了啊 MC第一时间探路 以拉德选择卢双 MC是单兵营气矿 我估计要开矿了 看到卢双应该要开矿 直接单兵气矿就先把基地点 B1也不下了 MC竟然采气了 咦这什么情况 先开矿要别采气来 对先开矿了 MC侦查还是很到位的 直接先开矿 今天视频也有点多吗 1 2 3 4 5 6 7 8 9 9场比赛 今天晚点 今天比赛挺多的 MC开矿之后 我们看看他选什么样的一个科技 明天有的 明天宅男杯我还是会给大家播的 明天宅男杯还是会播 但是明天我不保证我会全部播完 因为不一定体力够 因为后天 那个SAO要开始了 我要去准备一下SAO的东西 所以我不一定会播 反正尽量播就好了 好 MC上来选择了一个使徒骚扰 先骚一波再说 两使徒接一下 科技还没看到 以拉子尔绕了两条狗 搞得MC也烦 两条狗过来咬我一下 农民我也烦 使徒继续骚 家里面VS MC是使徒往前压 然后直接VS 以拉子尔选择了一个 双开 然后雪池再三开的一个打法 还几率性的 对方使徒这样往外走的话 肯定是有想法的 不可能是那么二的选择 就是出来送使徒 VS两兵营 使徒位置也站好 也不急 家里面出个先知 哦 漂亮 以拉子尔这个 侦查的细节非常的好 看了VS了 那先知也已经没什么用了 整个形式对以拉子尔来说 还是有利的 因为他的侦查非常的到位 家里面也放了 那个蟑螂潮 问题不大 整个运营是非常流畅的 正面再放一个反空 那么稳啊 以拉子尔正面这个反空 真的太稳了 没看明白 正面这个反空是什么意思 可能是不想让先知压在脸上 好 MC选择的是使徒先知打双线 这个并没有什么卵用啊 好 先知已经到家了 不过蟑螂出来了也没什么问题了 蟑螂一出来狗就上 漂亮 这个细节很好 细节很好 没加血但是 哎呀 有点可惜 要加了血就完美了 但也没什么关系啊 也没什么关系 把你的 先全部吃掉 刚才没加血有点可惜 如果加血就完美了 两个先知的上面飞着也没什么用 以拉子尔二本已经提了一大半了 正面先狗蟑螂先跑一跑 家里边有BEV 继续看一眼 看能不能绕一下 这边要开炮台了 你绕肯定没什么机会 送一包狗啊 杀了一个农民 没什么用 这些都是无所谓的 以拉子尔现在主要是不想让MC开三级底 好像放了 他并没有暴兵 放了 不农民 放了 保证自己的经济起来再说 因为看到有虚空了 他也解决不了 家里面放了个刺蛇塔 蟑螂速度远程一攻 都在提 看得出来还是一个打正面的刚猛虫组啊 军坦什么的也铺得不错 左边两个虚空过来戳点房子呗 就一个虚空戳点房子 正面两个先知 上个偷窥 差不多就可以走了 上个偷窥吧 有 有 这偷窥不上杀女皇 过分的啊 过分的 过分的 这一定要戳两个农民 以拉子尔直接出第一次了 那么狠啊 直接就跳第一次 上一个偷窥 刺蛇出来 这他妈的要能砸到的话 这游戏也别玩了 好 这个头盔上的好 这头盔上你变第一次都没那么好变 以拉子尔的 我感觉刺蛇出的有点多 我感觉刺蛇出的有点多 他可能是想让刺蛇在后面变那个地次 刺蛇这么多的情况下 他其实兵可能有些不够了 我还在报刺蛇 他直接要刺蛇打一波了 他直接就报刺蛇 然后带了一个地次的打法 我这个有点凶啊 刺蛇不停的 为什么报那么多刺蛇呢 狗不是更好吗 继续上 这些偷窥都无所谓 好 偷掉一个先知 正面慢慢的往前施压了 五个地次再变 好后面虚狗这样是对的 就要打一波了 就要打一波了 就看这个 就看这个陷阱呢啊 我们就看这个陷阱 有没有立功 好撞到陷阱 那这样的话就没事了 只要不是第一次撞陷阱 这就没事了 第一次现在可以慢慢的往前埋 后面虚的狗啊 很多 好他一个一个往前埋 MC现在压力很大 一个自暴球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解决不了 你立场也解决不了 MC阵型展的还不错 但以拉子尔这边 第一次也埋上来了 后面的狗远远不断冲上来 第四慢慢的往前冲 MC现在必须要开炮台 旁边三根水晶立功 三根水晶立功了 不过自暴球也被点了 这几个第一次有点凶 但刺蛇 没有办法解决掉虚空 就炸了 MC这个阵型防守 漂亮这个防守都守住了 漂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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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啊 这波守住真的是 就是左边的三根水晶立功了 如果不是左边三根水晶的话 可能直接就打穿了 左边三根水晶吸引了大量的一个火力 并且换掉了一波刺蛇 让上面两个虚空有一个尽量的一个输出空间 好了这样的话MC就好打了 这波守住MC的科技也出来了 自暴球也出来了 能守住那是MC真的很强 以拉子尔这一波其实是非常强势的一波 普通的神族直接就被A脸就 虎脸就虎死了 三块宝盒随便A了 随便A了这个时候可以 以拉子尔在家里面只能猥琐 刺蛇狗然后猥琐 我靠这管理员在封什么东西啊 管理员连封四人 不知道在封什么 哦机器人 哈哈原来我们频道还有些机器人跑过来在那里发帖子 好了MC这波出来凶了 以拉子尔也是不想让MC出门 所以说各种拖 但是MC家里面防守做的不错 先用第一次阵啊 先防守 哦这个第一次有点多啊 MC冲这个位置也不好冲 真的不好冲 这波部队如果MC乱冲的话可能会全倒 现在以拉子尔就不停的穿口 第四猥琐 你慢慢炸好了 这个你炸是无所谓的 第四 你两个自爆球炸 炸一个第四对吧 我让你炸了这波退一下 呀不休 直接点上去 直接冲啦 直接冲啦 你疯了吧MC 那么凶 他可能看到旁边第四有点散啊 如果这四个第四爬起来埋过去的话 可能直接所有的那个都倒了 我MC这波冲锋真的是有点凶 他卡到一个位置冲下去了 以拉子尔刚才可能也没想到对方会冲 这样的话第一次阵被破了 他刚才如果四个第一次爬起来直接往那边埋 然后配合着这波狗 只要输出两轮 对方的那个 呃 这个追猎就全倒了 我只能说MC这个机会抓的还不错 往第四头上跳的 但是也是以拉着自己的问题啊 就防守稍微松懈了一点 他可能没想到MC那么狠 这波冲锋就基本上就结束了 哎 刚才那波绝对有点冲动的 我跟你说 刚才那波冲锋真的有点冲动 你往那边跳的时候很容易被第一次全部打光 你打过神足的就知道 你往那个第一次阵里面跳 一不注意就是全倒 他冲的那波绝对是没反应过来的 他两个自暴球一炸 他一个自暴球一炸 炸了两个地次 然后直接不朽上来补了两个地次 补完两个地次之后 马上右边就跳过去了 这个冲锋其实是很难的 我跟你说 这冲锋真的很难 如果你是经常打神足的 你就知道 在冲那个地次阵的时候压力有多大 炉石不要挤啊 还有一排啊 一比一呢 一比一打完了我再打盘炉石 这盘打完了我再打盘炉石 我的炉石主要是打得比较挤 你知道吗 我们的英文频 不是英文频道 我们TwitchTV频道 还有100多个人 这100多个人也是拼啊 应该是海外的观众 我估计 应该是海外的观众 在看TwitchTV 管防管是什么东西 其实看我们新竞争霸的 那个海外观众 其实挺多的 好 第三版已经开始了 来到了乌雷娜这张地图 左上角蓝色的就是MC 左上角是伊拉子 海外党其实挺多的 海外党看比赛蛮爽的 都是白天 我们国内的观众 基本上就是熬夜的 明年我也要变海外党了 也有观众要出去读书了 为什么要去国外读书 因为我没去国外读过书 我不太清楚 为什么要去国外读书 是国外读书能学到更好的东西吗 还是因为 妈的你们国内读不动 考不上大学 家里面家里面为了那个 为了为了为了你们那个 就保一点面子 就把你们送到国外去读书了 是不是这个是不是这个原因 哈哈哈哈 是不是一眼就被我看透了 我以前有很多同学就是这样的 我以前有两个同学都是这样的 成绩实在太差 没办法 然后只能去国外读书 这样的话 家里面还有点面子 要是高考的话 基本上大学都考不上 妈的父母没面子 只能送去国外了 是不是这个原因 哈哈哈哈 我以前的同学出国的全是这个 不止两个 我以前出国的同学 有四五个吧 有四五个 有三个都是 有三个都是这样的 有三个都是 有一个人甚至连高考都没去 有一个人高考没考 有两个高考没考的 一个去了日本 一个去了澳大利亚 有一个高考去了英国 高考考完了去了英国 考了考了两百多分 然后实在没办法 只能去英国 还有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蛮猛的 还有还有一个是 还有一个是靠自己去的 还有一个是靠自己 现在这个人已经在北京创业了 靠自己这个 之前在索尼干了一段时间 在索尼干了 干了好多好多年 然后后来现在回国创业了 也不知道他干嘛 我也没问他 如果是靠自己去的 都会在索尼干了 但是现在 现在 英国创业了 都会在索尼干了 这里 到中间 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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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MCA先骚扰一下 啊 飞一波 家里面还是VS MC还是一套战术 没什么区别 两个使徒技能先骚一步 狗速已经好了 所以基本上没什么用 随便你飘 你走得掉吗 我有狗速 女皇怎么往前走 MCA家里面依旧还是同样的 先知飞了之后选择多兵营 先知进来先杀 先杀 四个女皇 问题不是很大 但家里面好像是没有防守的 这个伊拉德 遭得有点重啊 伊拉德女皇的放的位置有问题 八个农民的 什么一波啦 蟑螂带女皇一波好像是 我感觉伊拉德要打蟑螂带女皇一波 女皇直接往前走了 往家里走了已经 蟑螂在后面 好堵住 堵住 漂亮 MC遭中了 家里面反正用 女皇先守住 MC先送一波使徒 女皇带蟑螂直接一波 这个图的确是可以将狐脸的 看怎么防吧 这波狐脸还是有点威力的 关键是这几个女皇 你的 虚空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就只能靠炮台了 虚空被那个 克得太惨了 被 羽皇克得太惨了 还有几把炮台 后面的先知也没什么用 不停的加血 不停的加血 就往里拱 就往里拱 你现在靠了 几个使徒也没什么输出啊 MC倒了呀 感觉 伊拉德这一波有点凶 真的有点凶 MC戳了那么多农民都挡不住 直接被胡死 原来ZVP那么简单 就是女皇带蟑螂忽脸 MCA 伊拉德是2比0出现了 MCA被打到了败这组 刚才那波使徒送的有点伤 好了我再打盘 炉石睡觉了 打盘炉石4点钟了 打盘炉石睡觉了 让你们看看我炉石的实力 最后打一盘 炉石 睡觉 不播了 不播 不继续了 不继续了 起力已经不行了 我感觉我已经有点头昏脑胀了 最后打一盘 炉石就睡觉了 炉石 最后一盘 炉石禁忌没有睡觉 末 到时候到时候跪了怎么办 猝死了怎么办 我已经我已经头昏脑胀了 就是大家如果身体 身体感觉比较吃力的 就可以先睡觉了 因为对这个身体的确不好而已 哎呀 这个抽牌一点都不好 我感觉很难受 坏坏坏坏坏坏 坏地逼他这个牌 烦了一笔 哎呀 我好烦呐 戳脸戳脸戳脸 我好烦呐 我好烦呐 怎么打嘛 我最讨厌就打法师 法师可以放火球 关键是很烦的 法师放火球烦的一笔 指纹大宝剑呢 抽张什么牌呢 三三吗 我好烈啊 怎么又是大宝剑吗 加个报告兵就算了 无产阶级工农兵 啊 这游戏怎么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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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谁打嘛 史努特在打 哎呀 我被戳死了呀 烦的一笔 烦的一笔张牌 张牌最克我了 张牌最克我了 张牌最克我 我应该忍一手 这种有什么用 我把这个砍 禄了 张牌 Joe 哎呀 我和她一张火球 她在戳两下 幸好是打的這個 這遊戲怎麼玩嘛 我還有點最後有一點點機會 我好倒楣啊今天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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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他有那麼多的魔法啊 為什麼 現在他就截我牌我怎麼辦 來個群群傷群傷 咦 再忍一輪吧 是不是需要再忍一輪 兄弟們 再忍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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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只有七點攻 天哪 天哪 為什麼會這樣 最後一槍來了 他不管了 帥也要帥一下 憑什麼嘛 帥也要帥一下 死也要死的帥一下 機器 唉 再打一盤 不能忍 我不能忍 不能忍 再打一盤 死路透跟像馬上打勝者組的比賽 死路透贏了嘛 死路透要贏了 死路透贏了 死路透贏了 死路透2比0出現了 贏了贏了贏了贏 像已經沒農民了 死路透肯定贏了 不用看了 肯定贏了 這個騎手還是不錯的 這騎手挺好的 Snut出現了 果斷應該把他解掉 好的呀 對手已經陷入到一片迷茫狀態 對手已經迷茫了 我感覺我優勢很大 炉石就是一個靠運氣的遊戲 什麼 哎呀 你媽個蛋 算了 讓你無所謂的 我優勢還是很大 我告訴你 炉石就是一個靠運氣的遊戲 我只要選魚人流 誰來都一樣打天梯 我跟你說 真的 誰來都一樣 沒有區別的 媽的 騎手好 這個遊戲就能贏 哈哈 打快點 哥要睡覺了 你給自己加個血有什麼用 我馬上抽個牌 應該抽個牌 他有幾張了 不夠 算了 用這個 爽 優勢大不大 是不是 這個遊戲就應該這樣玩嗎 優勢實在是太大了 神聖星星 為什麼要上神聖星星 不可能的 他有諾娃 現在就扔了 他如果有諾娃 馬上就扔了 不可能要等那麼久 我太了解這些打這個牌的人了 先把這個解了 我還是優勢很大 我還是優勢很大 優勢太大了 我還是優勢很大 他不可能能抽神諾娃的 你們放心 不可能的 神聖星星是不可能讓他抽到的 如果他抽到了 他直接就甩了 優勢太大了 我們來幹什麼 我靠 這怎麼辦 那我只能先把他解了 算了 就這樣吧 我 又燒不死我 你叫什麼叫 又燒不死我 我優勢還是很大 我已經贏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優勢太大 推了呀 我打下一盤呢 快點 呀 你以為你這個就能讓自己不死嗎 你就截我一張4-4的牌嗎 有什麼用 這個遊戲有什麼用 我再來一張 讓你們看看哥的神抽 神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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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怎麼抽那麼多 退了呀 你再來個嘲諷嗎 你再來個嘲諷嗎 這些有什麼意義 你擊敗了我 哈哈哈哈 是不是很簡單 不行 我要再打一盤升到14級 我再打一盤升到14級 打完就睡覺了 馬上就升到14了 我再打一盤就升到14了 我再打一盤就升到14了 我用的瘋子 我用的瘋子 對的呀 我用的是瘋子 我用的是瘋子 哎呀 先手有點煩 對的 我用的是瘋子 哎呀 我感覺我升不了14級了呀 我感覺我升不了極了這怎麼辦 沒有我修不好的東西 用機械法我打不過 我要輸了這盤 我看這個騎手我就知道我要輸 對手優勢太大 崩了呀 這個真崩了 這盤真的崩了 你要知道我每天在打魚人器 我對魚人器崩還是不崩 太了解了 上來就崩了 你看這個人出的那麼順你就知道了 他現在嗨的一逼 我靠 抽這種牌有什麼意義 你告訴我 有何意義 我現在至少要等到5 6費才能出手 我要等到6費才能出手 這種牌我簡直就沒得打了 我能出手了嗎 但也沒什麼意義啊 先扔吧先扔吧 沒辦法現在只能這樣打 唉呀 領軍沒用的呀 我現在上領軍也是死 你知道嗎 上什麼都是死 這場比賽已經沒救了 我只能看下一張 他只要 不解我牌 我還有點救 他把我兩張魚人解了 我就輸了 他不解我牌 我還有點救 對不對 不解我牌我上個領軍 把他解了 帥的一逼 不要解我牌 他是個菜雞 他是個菜雞 嘿打臉的菜雞 哈哈打臉的 是個雞 哈哈哈哈 是個雞原來對面 開心的一逼啊 對面原來是個雞 也不死你 讓你壓的搞我 讓你壓的搞我 解這一招 我靠這是什麼牌啊 水冷的還 沒關係 運氣有點好 他運氣有點好 打龍幹嘛嗎 不要打龍的呀 你看那個就是個雞 你知道嗎 就是他打臉的 一看就是個雞 他要輸了 他要輸了 我現在上一個嘲諷 強化機器人 我這牌不是猛如虎 我現在上個強化機器人 我不是猛如虎 他拿我一點辦法 怎麼他只能解我這一招 是不是 寒冰加火球加寒冰劍 不可能發生的 這種事情怎麼可能發生 怎麼可能有火球加寒冰劍這種東西 你好你好 你好 草草機器人有點煩 對啊 他還在上個嘲諷是什麼 那你弱智嗎 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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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我可以 我可以這麼幾 算了 讓你一攻 哈哈哈哈哈哈 這玩家14級 嘚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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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嘚 嘚 嘲嘚機器人 一點辦法都沒有 我覺得我先把他撞了 撞他一下再上 撞他一下 來走起啊 走起 哎我應該先招一個這個再上 2了 這怎麼辦呢 6點8點 6點8點 就14點 哎他不死了嗎 我靠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這遊戲真簡單 睡覺了啊睡覺了我已經升級了睡覺了 睡覺了 各位觀眾 拜拜拜拜 睡覺了 不行的 體力不行的 睡覺了 明天再玩啊 明天再玩 明天那個晚上10點鐘左右吧 我會繼續來播那個 宅男杯的 今天就到此結束了啊 各位觀眾 拜拜拜拜 不要發動表情 老子不會再播了 睡覺了 你們既然敢發動表情 你們不是小姑娘發動表情有什麼用 拜拜拜拜 各位拜拜 拜拜 拜拜 可惡 晚AST 那 晚安 吧 谢谢大家